第十八课 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 Lesson 18 I believe they'll agree 课文一 在打电话 Text 1 On the phone 老周,我打算买房子了 想向你借点钱 没问题 只要我有就一定会借给你的 还差多少 还差五万块钱 好,钱下午打给你 你打算在哪儿买房 就在我们医院前面 那你以后去医院就方便了 生词 New words 像 万 课文二 在商店 Text 2 in a store 妈妈 你看那只狗多可爱 眼睛大大的 嘴小小的 我们买回去吧 动物和小孩一样 都需要人照顾 买回家去 谁照顾它呀 我照顾啊 我照顾啊 这段时间你自己的衣服都没洗 你能照顾好它吗 只要你给我买 我就能照顾好它 声词 做这个工作环境好 做这个工作有点累 需要经常去外地 你家人同意吗 只要我愿意 我相信他们就会同意的 好 那你明天来上班吧 关于这个工作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我会努力的 生词 New words 不但而且 有名 同意 相信 关于 机会 课文四 Text 4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到了一个新环境 你会觉得什么都很新鲜 而且还会觉得有点奇怪 有些国家的人名写在姓前面 有些国家的人名写在姓后面 但是只要经过一段时间 就会慢慢地习惯 生词 New words 国家 种 特点 奇怪 的 练习一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Exercise 1 Read the following phrases and sentences aloud 一 动物 一只动物 小动物 喜欢动物 动物和小孩一样 都需要人照顾 二 同意 不同意 他同意了 他不同意这件事 你家人同意吗 三 机会 有机会 工作机会 学习机会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四 种 一种文化 这种药 你喜欢喝哪种茶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五 的 认真的学习 着急地说 热情地回答 只要经过一段时间 就会慢慢地习惯的